會有把那個影片錄影起來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就加到論壇裡面 這個論壇裡面的話 基本上會每一次上課內容 影片都在上面 如果你有些細部分 假如 看一下三個成員 因為有些同學上面 沒有那個 這有沒有上課什麼沒有 那上一次第四次 今天第五次上課 主要我們講到有關那個幾個重點 像Miles CAI這個程式的設計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會有個列表 列表上面就是 從1月就是 Jenery那個 一直到最後一個 1到12月的英文 那你要回答出那個 它是幾月份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後面其實我們也可以改寫 比如說Miles CAI這一題 後面可以改寫成什麼 比如說 你的那個幾月的這個資料 英文 你可以不要放在list 也許你可以把它放在檔案裡面 比如說你可能 這個練習可以把它改寫成 像那個全民音檢的練習題 比如說一到12月很少 那如果將來你有大量的那個資料 要從外部讀進來的話 那可能就沒有辦法直接把它寫到list 裡面 因為list 你看 寫12個 如果你寫120個 1000兩萬 那麼怪怪的 所以通常這些資料 不會預先寫在那個list裡面 而會把它寫在外部檔案或資料庫 或者網路雲端等等的 那外部資料怎麼把它讀進來之後呢 再到我們城市裡面做後續的應用 那這個當然後面都會在講 那其他的話還有像什麼猜數字遊戲 那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把前面的課程講到的 全部都融入進來 所以你特別注意 我們後面的課程 其實是在前面的基礎一直延伸出去 所以你前面像那個邏輯判斷 假設你不熟 你可能要再多畫一點 或者像回圈敘述 像縫迴圈 像壞迴圈兩者之間有什麼差別 那這個可能要很熟練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我們有講到有關那個轉換成VBA 因為VBA我們可能琢磨時間不多 因為主要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有些任期提VBA部分 請各位自己再把同樣邏輯 試著轉轉看VBA看看有沒有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利用list去做一些處理資料 那最後呢 我們有講到有關那個 把那個什麼呢 把原來的資料 像我們輸入成績 本來是一個一個的輸入之後 把它秀出它的 總分跟平均 那我們把它改成什麼呢 改成就是說呢 假設我今天不要一個個輸入 而是直接把國文成績有沒有 直接就輸入到哪裡呢 輸入到一個檔案 TST 那這邊的話呢 總共會有 比如說從二、四、六、八、九個人的成績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希望把它讀進來 OK 所以讀進來到哪裡呢 到那個我們的成績裡面 就不用像之前一個一個慢慢輸入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成績讀到什麼呢 讀到我們的Python裡面 做後續的計算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類似像這樣 我把它直接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總共有八位同學 我看一下 二、四、六、八、九個 所以是不是成績有爆開的 然後呢總成績平均多少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能夠秀出來的話 這地方該怎麼做 那這裡的話當然第一個 我們原來的成績輸入 是本來是這一段 用File一個一個輸入 直到它輸入-1停止掉 可是如果說今天我已經有一個成績檔 已經輸入好的話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先在這邊利用Open的這個方式 那如果說將來你要把那個檔案讀進來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用Open的這個方法 然後呢後面呢告訴它說 我有一個檔案 特別注意喔 這個檔案 基本上我們是利用按右鍵 記得在那個Package上按右鍵 new一個什麼 new一個File 那這個File的話 直接給它一個名稱叫ch.tst 按確定 然後並且把那個相關的成績 你就輸入到這裡 並且把它存檔 那存檔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我們就利用什麼 告訴它Open 後面其實 你可以給至少兩個引述 第一個引述就是那個檔案的位置在哪裡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是放在同一個 跟那個我們程式放在同一個目錄裡面 所以我直接就跟它講說 在我們旁邊 你找一下有沒有貼那個ch.ts 後面的話 那豆點跟它講說 你是要讀還是要寫 如果是讀的話 就R 如果寫當然就W 那我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直接把它讀取 那當然呢 如果說 這裡面的話 有一些像什麼 一些像中文字 或者是一些 像一些多國語系的版本的話 記得你後面可能就要再豆點 豆點部分的話 你可能要加一個什麼encoding 有沒有 你叫編碼方式 encoding的話 你要告訴它說 你這個編碼方式 要不要用哪一種 其實通常會就是最重要兩種 我前面講過了 要不就是什麼 CP950 是微軟的 要不就是UTF8 OK 那因為這裡的話 裡面只有數字 沒有中文 所以這部分其實你加 或不加其實都可以 一般習慣是UTF8 UTF-8這樣子 那告訴它說 你幫我讀進來 而且是用什麼 用UTF8模式讀進來 我目前應該沒有中文 所以不會有亂碼問題 OK 那再來的話 你把那個用F這個物件 它讀進來之後 會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放在F裡面 那F如果你要做 後續讀取的話 你可以用ReadLine 特別是ReadLine這個方法 如果你就一行 你就讀一行 ReadLine 如果你有很多行的話 特別是 它這邊有支援一個方法 ReadLine 加S 有加S跟沒加S 其實蠻好記的 ReadLine就是讀一行 因為我們目前 這個檔案裡面只有一行 所以其實你用ReadLine就可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好像印象中ReadLine 也可以 不過讀進來好像會讀成一個list ReadLine 是很多個東西 ReadLine 讀進來是一個字串 OK 所以兩者 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那再來的話 讀進來的東西 因為我這個資料 本身是利用豆點去做分隔 所以特別注意 你在那個讀之後 記得再把它Split 用那個Split的方法 去把它做切割 有點像那個 Excel裡面的資料剖析 把資料剖開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裡面的資料就斷開 所以這個地方 我這邊有一個Princess Go 斷開之後的資料 它會幫我把它切開之後 變成一個list 所以特別說 這邊會有一個list 我們試一下看看 把它直接執行 我這邊Princess看看 所以這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 總共會有應該是9個 所以這邊哪裡出錯呢 OK 有9個 那你想說 那為什麼會有8個 其實關鍵在這裡 減1 為什麼會減1 因為之前我們是有 最後那個是-1 所以會多一個 那我們之前程式 是有把它減掉一個 那可是這裡讀進來的話 不會多一個 所以記得 你這個地方 就不需要再把它減1了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 這邊 這邊多一個 所以刮壺部分 那這邊的話 就是可以把它 把它去除掉 那再來的話 後面刮壺少一個 後刮壺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把最後的結果 這個LICE這個地方 不需要再減1 然後呢 它一樣幫我平均 所以這邊也不需要 不用再減1了 所以這個減1多一個 等於是最後一個 幫我跑完 OK 那把它執行 這樣的話呢 9個沒問題 然後呢 總分就會 再多跑一個 也就是說呢 把那個 最後一個65分 也幫我 把它讀進來 這個當然 前面我是 多了一個print 把scope讀進來 我剛剛講過啦 其實 目前因為都是數字 所以UTL8 這部分不用 那未來當然 如果說 我們會有中文字的話 請記得 encoding這個部分 可能要加一下 這個是我們 上次上課的一個重點回顧 那這個還蠻重要的 請各位 試著把這部分 分別把它做 那個複習一下 那最後當然print的地方 本班成績 其實這裡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我用了兩個 這個格式 一個是整數部分 如果以後呢 假設你要顯示的是整數的話 你可以用%d 它這邊會顯示是 一個整數沒有小數點 那如果你要 格式化成小數點的 第二位的話 這邊可以點2F 那5的話 指的是這個區 這個區間 你保留5個字元給我 讓我可以放這些字進來 OK 大概是這樣 那也就後面的話 如果兩個引述的話 你就刮弧 把第一個 total 它會自動幫你放在這裡 那平均的話 幫你放在這裡 OK 所以請 應該沒問題吧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上上禮拜我們講到的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今天也請各位把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那個 第五個單元 也就第五週了 剛好是篡列字典 也就今天我們要講的 那大概幾個重點 我們今天就要解決Lister Lister Lister有哪些 比較重要的方法 還有Dictionary Dictionary 就是字典 那實際上什麼叫字典 顧名思義啦 就是一個key 一個value 一個key 一個value 其實它有兩欄的 有點像 Lister有點像一欄 只能放一欄的東西 但是Dictionary 可以放兩欄 那這個兩欄的話 一個是key 對應到一個value key value key value其實跟那個 Jason檔還蠻像的 所以你可以把網路上的 Jason檔直接就放在 Dictionary來處理 是最簡單的 OK 那其他的話 還有像檔案的處理 包含怎麼樣 包含檔案的讀取 像剛剛我們有講到 用r OK 然後再來的話 怎麼寫入 H可以讀也可以寫 然後呢 還可以增加append 進那個檔案裡面 那再來的話 如果外部的資料 假如說要大量的存取的話 建議還是用資料庫 當然在Python裡面 最簡單還是用sicle line 它是單機的一個檔案型的資料庫 OK 那這部分的話 我想請各位 上一次上課的重點 先稍微回播一下 然後應該記得吧 go.go那個 那個網址的話 那待會看一下 那個第五個單元 裡面第一個重點 就有關這個list的範圍 那我們剛剛list 我們前面還有講過 像 比它比較重要的一些方法 像append 有沒有 前面有講過 比如說你放一個 然後還是要放第二個 放第三個你可以用append 沒有 然後呢 當然其他還有什麼 裡面有幾個count 也可以啦 或index 最大最小 LEN我們剛剛有用到 其他還有insert 你可以插入啦 這不一樣 不過好像append 就滿常用 insert好像比較少用 remove 或者source等等 這部分請各位 先試著做練習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對 谢谢大家